3 2 1 自从那一个即兴签署的四批 得到了很多观众老爷的关注 也有很多喜欢磕CP的 想狠狠的磕一波 我也很希望大家能磕到这个汤 但是本人期待的那种双向奔赴爱情 他没有得到一个实现 我们不是加了微信吗 后来我向他邀约了一次 我说我们去看透口秀吧 但是他当时跟我说他要去意大利旅游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比较busy 我说你去吧 但是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回来了吗 是能不能既有一个约会的邀约 卑微 啊 什么 他很吓的我想说卑微 我不允许你这么卑微 卑微 对 我就是很诚恳的向他发出了这个邀约 对啊 有什么错吗 没有错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他当时跟我说去意大利的时候 他说他要去半个月 我说去一个意大利不至于要半个月 会不会就是说 想要躲着我 真的 逃难去了 逃难 逃脱红姐的这个爱情的陷阱 咱们很抱歉啊 就是因为红姐毕竟是一个公众的人物 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这个爱情的压力 毕竟红姐大大小小是个名人 哈哈 你就这个人名还名人 我上去 对咱们就是个人名 怎么说呢 墙柳的瓜也不甜 呃 他没有给我一个答复啊 咱们现在也没有得到这个邀约的答复 这都已经多少天了 蚂蚁金色都已经十年了 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答复就是拒绝 所以没有关系 啊 咱们即便是说没有一个双向奔赴 咱们也依然祝福他好吗 红姐红姐一身要强的中国女人 要给全球男人一个家 这才哪跟哪啊 哈哈哈哈 这一个就还他自由好不好 让他走 Let it go Let it go 啊 想要去意大利去吧 想要去哪去吧 泰国自己去吧 哈哈哈 但是 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个食言对不对 那个视频下面我说点赞破一万就 出这个约会vlog 你看flag里早了吧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进行一个道歉 3 2 1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观众老爷们 对不起 请期待红姐的下一次爱情 爱情在哪里 红姐来了 来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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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